大家好 莎姐 為何只剩下半身呢? 我其實想試一試 其實我自己用了很久 就是怎樣去用血糖試紙 我自己用這隻其實不太建議 因為這隻就是這隻 為何莎姐不太建議 這隻是比較貴的 因為如果你在醫院買 醫院介紹那幾隻同一個價錢 有些會有試紙的包裝便宜很多 如果你買一套再加一個試紙 再加一個試紙 就會是便宜很多 我這個基本上沒什麼減價 差不多五個多一張試紙 其實是貴的 另外為何會選擇它呢? 它是一次過有六支針 即是一個位置有六支針 所以莎姐會比較喜歡 有時候出去 就可能不需要在外面換針 因為如果你是外面 即是其他牌子的 就是逐次逐次換針 這個就一次過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東西就是一次過有六支針 你進去就有六支針 不可以拿出來 一拿出來便會報銷 所以又不拿出來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 為什麼莎姐會選擇它呢? 這個有半度選擇 其實每個針都會有幾度選擇 幾度就是那個力度 即是刺進皮膚的深度 因為莎姐皮膚是相當薄的 所以我半度都刺到出血了 所以就不想刺得那麼痛 有每個針的用法都不同 我這個因為之前用到第四針 我要這樣去換了針 但如果你外面那些 就直接要重新換針 如果我在街上 或者有時候在辦公室想試試 吃完餐後有多少度 就變成不方便 然後這個就是探測熱 即是測血熱 如果調針後 你通常會看到有一個針孔 看到嗎? 這裡有一個針孔 這個針孔位置 按著你需要弄那隻手指 正常 無論你的手多乾淨 都要用消毒火酒 去抹一抹 因為 第一消毒 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 要先乾淨 要記住要乾淨 如果你等一會撕出來的血 不是一個波仔 是散了那些 那些血就不能用了 算是污染了 因為你的血會散開 是因為你附近還有水 那你染就不准 這樣就叫污染了 所以等一會血是要圓波波的 其實每次都很慘痛 因為我自己都很怕痛 而且這個有半度來說 都是會痛的 如果你不停刺手指 然後就在這裡這樣撕它 理論上應該看到一點 現在是看不到 因為我剛才說過 這個你按住的孔位 是要 某程度你感覺到 不是少少壓力 是要感覺到 好像很大 這樣按下去 這次應該會有 然後就放鬆手指 就在下面這樣掃 對 這樣掃 這樣掃 基本上 有一個小波仔 就為之合格 這些血就可以用 然後就試紙 每隻試紙都不同 通常有一面就是電腦 這些是電腦 這邊就是試 有些試紙 這個就是試血 有些試紙就在這裡試 有些試紙 有些試紙有些血 是要從旁邊滲過去的 就要看你買那隻牌子 然後大部分現在新機都是 插進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開機 接著就叫你死血出來 我現在就死血給它 由於血量不足 它會有這樣的 血量不足 血太少了 你又需要試過第二張 其實為何血量不足 你看到嗎 是滿不完的 紅色 即是說 剛才沙姐的血是不夠的 於是要再血過了 看再血不夠的 再血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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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再封鎖另一個洞 很殘忍的 這些東西 是血不夠的 那麽就 不是有開過身的 開過身的 就當然是 肉痛 無論是身體上和何包上 那就 用個第二隻手指 其實我自己也不算是鎖得多 不用每天鎖 大約一個星期鎖三次 其實所謂三次即是六次 因為一組就為之一組 乾了 這次要大力一點 這次夠多血了 整個大泡泡 大佬 夠多血了 你現在看到我另一隻手指 還在痛 半度是沒有那麼痛的 但是如果 就是因為它只有半度 好了這次全紅了 夠了 8.2 這個就是飯後兩小時的情況 我之前介紹過的 就是在 怎樣說呢 在吃些什麽會令它飄升呢 我今天下午 其實剛才吃的是自助火鍋 自助火鍋 自助火鍋 基本上 你不吃太多粉麵類 或者是薯仔類都可以 我自助火鍋 會有薯仔 蓮藕那些 菜多的 還有我自己再加料 加料 加了些什麽呢 有些 撕開的香辣帶子 撕開了 也做了些肉碎 這些就不會令到你血糖飆升 自助火鍋 自助火鍋 有粉麵底 我只要了一半 加上我吃了些薯仔 因為自助火鍋 也有很多薯仔 幫它飽肚 所以 因為薯仔 雖說很多 但其實 多極是有個泡 大家知道 因為 這麼少錢的東西 你想有多少呢 即是不會有很多 所以 可以的 其實我 現在 以吃飽飯來說 8.2 是合格的 即是 都算是 理想的 因為正常來說 理想 是胸肚4-6 吃飽飯是8 我現在 吃飽飯是8.2 其實跟理想是多一點的 不是說 好過理想 是比理想差一點 但是一般 接受到的 是依然好很多 因為在10範圍後 都能接受到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之前開球 還沒吃的時候 是7.5 現在8.2 其實多了0.7 所以是理想的 也可能是因為 我的藥 幫了我的胰臟去分泌 所以 變相是 所以 如果 醫生是叫吃藥的話 大家 真的吃藥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不要說 我不相信 我不是幫助 但是 因為糖尿是影響了其他的功能 所以 你第一時間 要按下 按下 按下 之後 再用其他中醫 再幫 當西醫的藥量減輕的時候 可以減輕的時候 你就要用其他中醫去幫 例如 喝一些鋼 也不是叫鋼的 我知道 有些茶葉是可以幫忙降血糖的 有些茶葉是可以幫忙降血糖的 但是 我也不鼓勵 現在 醫生說我血糖很高 我現在也沒有 我知道有 但我現在也沒有喝的 我只是喝一些 普通的茶 其實普通的茶 綠茶都可以幫你去游泥 幫你消化 我知道有些茶葉是可以幫你降血糖 但我都不問中醫拿著 因為我現在在吃降血糖的藥 如果你再喝這些降血糖的茶 真的有藥效的茶的話 可能變相 你會突然血糖浮動得太厲害 你的人是會身體不食的 但是我自己由十月尾到現在十二月中 差不多一個多月 開始吃那些血糖藥 都一個月鬆一點 其實是有效的 因為我之前吃飽東西是二十的 你想想二十和現在八點多 你就差很遠 就算我有時候 每天吃得過分 都是十一點多 和二十是差了一半 還有那時空肚是十的 十點九是十一的 基本上是不能夠接受 我現在都維持在七點多 有試過低於七的 也有試過高於八的 但基本上都是七點多為之最多 大部分都是七點五 七點二、七點四 空肚的時候 不是理想 但也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至少有糖尿病變 相對就不太快 或者不太容易有 所謂的糖尿病變 糖尿眼、糖尿腳 就不太容易有 因為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還有醫生說過 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他說 因為我上次再見醫生的時候 雖然抽了血 但沒有幫我驗任何東西 沒有幫我驗到特別的東西 所以他就用回我自己的手指 那個為之準 他說 因為我吃得降血糖藥 都只有一個月 其實你是看到降血糖 但其他的東西是檢查不到的 因為他說 一個紅血球細胞基本上 在生體上運行 大概是兩三個月才會死 所以他之前抽了檢查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現在都是一樣的 當然有機會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剛剛驗完了 紅血球沒有兩個星期 就剛剛去三個月 周期死了 當然沒有什麼 當然會不同 但我們不知道 怎麼會這麼幸運 所以要再檢查就下次再檢查 那就可以再分析一下 你現在的身體狀況 你的血糖指數 或者是其他功能的問題 會不會給其他 可能我現在在吃藥 到下次 即我下次都六月複診 即是七個月 是這樣的 專科是要排得很久 我那次醫生都說 要排四十個星期 要排鎖七個多月 這樣 但也沒有辦法 醫生的人手是這樣的 但香港也說 香港醫療的架構 是醫生的人品問題 但架構是好的 你一有事 他會立刻叫你 他不會等到 你排四十個星期 就排四十個星期 不會等到四十個星期 才看你的檢查 不會的 他是你一排期 理論上是幾個星期 但如果像我上次一樣 很緊急的 他覺得你很危險的 是會第二個工作日 立刻叫你去見醫生 所以等到下次再複請 就會知道 我現在的指標 其實是不是 已經是控制到 還是我可能的 異狀功能已經活了 到時是否可以減弱量 或者其他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 一下子就說 我不吃西藥 其實吃西藥是會傷的 雖然我自己 那些叫做自肺的藥 它是沒有那麼多副作用 不會令到你很餓 會吃多了東西 不會令到你的傷的肝 不會那麼傷的胰臟 因為比較溫和 但是 溫和都是西藥 人都是會醜的 所以 一時間不要說 我不相信西藥 我吃中藥就可以了 我覺得 第一時間先壓低它 等到 一般的水平 你就慢慢去調理 當然 如果你是 吃東西方面的調理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如果你是要有 一些針對性藥 正如我剛才說的 一些茶 它是專門幫你降血糖的 中國茶裡面 有個不知道 什麼茶葉 不是叫做專題的 就是肯定是幫你 所謂我們中國人 所謂的 可能是可以幫你降血糖的 那些你就真的要考慮 這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